约伯记第十四章 妇人所生的日子短少 满有娇绕 她生长如花 又遭割下 她飞去如影 并不停留 这样的人 你还睁眼看她 又把她带到你跟前受审吗 谁能使洁净出于污秽呢 无人有此本事 人的日子既然被限定 她的月术亦在乎你 你也定下她的界限 使她不能越过 就求你转眼不看她 使她得歇息 只等到她像故宫一样 享受她的日子 树木常有希望 树木若被砍下 也会再发芽 嫩知仍生长不息 虽然树根衰老在地里 树干也枯死在土中 一有水气就会萌芽 有生长枝条如心摘的树一样 人死了 就化为乌有 人一气绝就不再了 海洋中的水消失 江河枯竭干涸 人也是这样一躺下去 就不再起来 直到天都没有了 还不醒过来 也不能从睡眠中被唤醒 但愿 你把我藏在阴间 把我隐藏 直到你的怒气过去 愿你为我定一个期限 好纪念我 人若死了 怎能再活呢 我要在我一切 劳苦的日子等待 等到我得释放的时候来到 你一呼叫 我就回答你 你必可目你手所做的 但现在 你赎点我的脚步 必不再检查我的罪过 我的过犯被你封在脑中 我的罪孽 你已灰泥遮盖了 山崩下坠 岩石挪开原处 流水磨石石头 水的泛意冲去地上的尘土 你也这样灭绝人的指望 你永远胜过人 人就去世 你改变他的容貌 把他遣走 他的儿女得尊容 他并不晓得 他们降为悲 他也不觉得 只觉自己身上的痛苦 为自己悲哀 我妈妈妈 我们公家 你 这种 我妈妈妈 你妈妈妈 他灯 我妈妈妈妈